那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嘉宾Eric 让他为大家分享一下 他是如何三个月零基础 零IT基础 继续转行成为BA的 欢迎Eric 哈喽Eric听到吗 哈喽西游 可以听见的 好的 首先你可以先向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的 大家好 我是Eric 我是在澳洲会计Master毕业的 之前我的工作是做项目管理 主要负责项目进度的管理 还有项目质量的验收 也算是互联网相关的 但是我是完全不懂技术的 是纯管理性质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目前是就职于一家澳洲本土的金融科技公司 担任Technical Business Analyst一职 目前就会这个样子 谢谢 好的 那么你是为什么选择成为BA的呢 就是是如何迈出成为BA的这第一步的 怎么说呢 就纯技术性的工作 就IT工作对我来说挑战太大 然后我就想尝试一下做BA 因为IT行业在澳洲的华人圈确实比较火 然后薪资也相对其他行业不错 我打算以后的话 想朝这个BA 尤其Senior BA的方向发展 所以就想尝试一下转行 因为BA这块它对个人的素质要求比较综合一点 和团队的互动性也会高一点 所以工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这就是我的初衷 对对对 而且其实成为BA的话 就是它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很大的 就其实你可以就是比如说product manager 然后或者是以后转行成consulting这方面 其实都是有挺大优势的 对的 行 那为什么想转行呢 就是有什么求职规划吗 或者是有什么对自己个人将来的这些 一些职业的规划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一个是发展比较好 薪资也可观 另一个就是说 我今后的职业规划就是说 可能会先从junior BA开始做 做到senior的level 然后可能会尝试往PM方向 或者说consulting方向发展 我个人应该更倾向于PM或consulting 应该不会在BA 就是往下如果做到BA lead的话 一路走下去 应该不会选择这条路 因为可能结合我个人的性格 我更喜欢就是跟 更多的跟人打交道一点 所以就综合一下的话 我可能会朝PM或consulting方向发展 对就其实算是BA是感觉 就是在IT这个行业里吧 算是真的是跟人交流最多的一个岗位了 对的 对那你是怎么想到 要报这个BA项目实习班的呢 其实我是一直有关注 我们江南学院的公众号 然后我是看到我们江南学院的 BA求职那个培训广告 因为刚好是自己有这个打算嘛 就咨询了客服 就说到客服的话 其实江南的客服做的特别到位 很有耐心 就是我基本上是问了很多问题 他们都是有问必答 然后我关心的地方 可以说都得到了清晰的回答 那了解之后呢 我发现江南的BA课程挺适合我的求职需求的 所以我就直接报名 也没有犹豫 好的好的 谢谢 其实我们确实哈 就是我也是对我们的小花 我好像大家记得要进一下音哈 我这边会看着点 如果有大家 我一不小心打开了 我会给大家关脚 就确实我也比较了解我们公司的客服 他真的是就是怎么说 各方面能力都挺强的 而且他对课程的了解吧 我觉得也挺透彻的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很想知道 就是说很多同学 其实对补习班 都有比较排斥的这个态度 那是什么让你选择来报 家人的课程呢 就你有没有考虑过说 可能我们的课内容 我自己都可以学 对吧 我为什么要来报班呢 其实我之前自己是有在网上学一些网课的 因为我也是打算转行嘛 自己有去一些 比如说Linked Learning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在线学习平台进行自学 但是我通过自学以后发现 要跨行业的话 要转行的话 是难度很大的 尤其在澳洲这一块 比较注重你过往的工作经历 或者说项目经验 如果说单靠自己没有人引路的话 难度非常大 所以其实我对补习班这一块 是持一个中立的态度吧 看自己的需求 不是说所有的补习班 都是可能说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骗你掏钱 或者骗你来消费的 明白 如果你需要 对你就选择他 嗯 好 呃那就是BA的话呢 他工作内容和你之前的工作 相关性大吗 嗯其实不怎么相关 我之前的工作相对简单一点 而且他比较单调 重复性高 然后我接触BA之后发现 要频繁的跨部门沟通 沟通你的需求 也要掌握一些 比如说科学的工作流程 还有熟悉相关的 比如说metrics 还要懂一些技术方面的知识 和我之前的工作 还挺不一样的 呃就是你之前的工作 是跟项目管理有关的 然后BA的工作 其实他也是属于管理 有一点管理性质的 你感觉就是这两个 还是区别比较大的是这样吗 对 我之前的管理可以说是 呃怎么说的 有点像supervisor 那个level的管理 它是一个比较 呃级别相对低的管理 并没有做到你的预算 或者说planning那个地步 所以说跟BA涉及的一些 比如说呃 像产品方面的一些 比如说iteration 或者说sprint planning 这些其实是完全不大便的 明白 呃那你是如何学习 就是这个BA相关的知识 就除了自学以外 这个BA项目实习班 有给你带来什么帮助吗 呃其实我刚才说 我之前自己是看网课嘛 然后自从我报名 将人的BA课程后 我就完全没有 就是按照自己的学了 因为将人有一套 完整的流程 有一个很详细的课程大纲 我就按那个 就一步一步来的 首先看那个视频课程 然后跟我们将人合作的行业资深导师 呃新导师 然后是一对一的授课答疑 然后在这个差不多节课的时候 我就参加了将人学院的 在线实习 在线实习 对 嗯 呃就是那你除了这个BA项目实习班以外 就是你有什么自己在读的书啊 或者是在去上的课之类的吗 呃课程就是我们将人学院给的那些视频课程 读的书的话 一般老师会给你一个书单 根据你自己的发展方向 因为可能你跟老师沟通之后 你要觉得要炒BA 或者说PM 甚至consulting的方向不同的话 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不同的建议 这个看情况的 就是老师也会给你一些相应的建议是吧 对的 嗯 就是怎么说呢 在将人学院可以接触到资深的BA指导 然后这些老师都是目前行业的大牛 然后呢 你如果想进入这一行业 作为小白来讲很有帮助 而且就是包括求职方面的建议也全是干货 所以其实挺有用的 好的 我其实一直很想知道 就是你在就是说 想要去转职 然后成为BA的这个时候 你就是当时心里面是有 疑虑的吗 就是说自己能不能说在三个月 或者是几个月 都能几个月的时间之内转行成功这样子 其实我怎么说呢 我给自己的期限是一年 一整年 对 然后三个月确实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相对比较快的 但是我当时的心理预期是说一年之内争取上案 啊 明白 行 那你学习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困难是肯定有的 因为怎么说呢 我也是 呃 没有任何经验小白 然后也没有实操经验 实习期间就很多地方就是出错 尤其书本上的知识 我发现就老师讲的课堂上学的那些东西 跟实际工作环境中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他没有说是唯一解 但是不过教人最好的一点是学习氛围很浓 一般你在群里的话 有问题跟小伙伴 甚至学长学姐讨论 或者说职业可以找你之前的书课导师进行询问 并且教人实习期间有资深的BA 就带大家一起做项目 所以遇到问题的话 都会很快得到结局 嗯 其实我也有BA的同事哈 然后我经常听到他们的一些话是 就说BA可能一不小心就成为传话筒了 你对这个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吗 对就是成为传话筒或者背锅侠吧 其实可能还是 对 因为怎么说呢 你的需求来自于stakeholder 尤其可能是老板或者一些重要的部门领导 然后在这个阶段的话 如果你对需求的理解产生一些 误差或者误判的话 你确实就是一个传话筒 并且你是一个不合格的传话筒 你把话传错的话 你就成个背锅侠 到时候肯定是你有推卸不掉的责任的 所以说BA在对于理解 你的这些customer的requirements上面 如果说有偏差的话 或者说拿捏不到位的话 是很容易背锅的 很容易造成一些失误的 而且你是 而且作为一个BA是需要去了解 他深层的意义 是这样吗 对 尤其他的business value 你不要老是 比如说你的leader给你一个需求 让你做什么 你就按部就办 你一定要想为什么 他在整个的这个商业价值链里面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那真的是很多需要学的东西 这个到理解层面来已经 那除了这个专业技能外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在BA项目实习班过程中 收获到的呢 其实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怎么说的 收获了一个团结有爱的大家庭吧 就大家在一起做项目特别有意思 也认识了很多技术大神 因为我自己是不懂技术的 所以我是打心底里 就是膜拜他们可以说 还有就是了解到很多行业资讯 因为实习期间我们都有晨会的 然后一般在晨会期间的话 家人的老板 因为他也是行业大牛 有多年工作经验吗 他会分享一些实际工作中的案例给大家 基本上都是容易踩坑的地方 然后让大家对即将进入职场 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而且家人也会经常举行一些workshop 然后邀请行业大牛和大家在线互动 可以就是随时提问 对于进入职场我们来说特别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安排的特别好 你可以 其实你可以简单给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你在这三个月的这个实习班 他大概实际三个月都是一个 怎么的时间安排 安排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其实三个月的时间挺紧的 基本上第一个月 我记得我第一周当时onboarding之后的话 就是熟悉我们家人的产品和平台 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跟各部门之间混了个脸书吧 然后从第二周开始 再开始进行一些需求的分解 比如说写tickets 因为我也是就是没有写过 所以当写tickets的时候出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就是be leader的话 也会很耐心的跟我留言 或者说给我修改 然后差不多到一个月的时候 你一般来说 老板就会给你一个独立的需求 或者说一个功能吧 让你去做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有 从一开始的像脱脑风暴 下到后面的一些document 然后再到你的一些设计 包括流程图 包括一些prototype 然后到product meeting 整个基本上 我是做了一个月多 因为我的需求相对比较小一点 所以可能做得快 但有个同学可能 整个实习期间就做一个需求 甚至不一定能做完 这个是看情况的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图中吧 在这个实习项目的图中 你是有认识很多 就真的是硬核编程的人 是吗 对的 基本上都是大选吧 在我心中 那你要去跟他们对需求是吗 对的 包括设计的一边 我也需要去对接 那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说跟他们 就比如说可能他们的这些知识 有点过于专业了 然后你会觉得消化起来 会比较困难 然后去传达的时候 也会觉得有点困难 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其实还好 我们江恩的学员 我觉得都很不错的 因为我去对需求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在技术方面的话 相对很专业 或者说就是讲出来的全是一些 硬核的一些东西 一些干货吧 但是我作为一个怎么说的 BA的角色 基本上就是你作为开发和stakeholder 之间那个桥梁 你只要把这个意图传递清楚就可以 你不一定说非得把这个技术 搞得非常透彻 你知道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去实现这个需求就可以 然后跟技术部门的这些人员 这些开发对接的时候 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你能就是说 因为他们每天coding 包括debug 他们时间很紧张 很忙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要沟通的点 提前挪列出来 然后精简一下 占用最少的时间把事给他说明白 基本上就可以了 基本上沟通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明白 那你有觉得就是说 可能跟学IT的这些 就是硬核coding的这些人 就是交流的时候会有困难吗 不会有就是说大家意思传达都还比较明确 对这一点还好 因为我觉得作为BA把最基本的素养 就是你要怎么说呢 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包括你的同理性 所以其实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还有获取他们的信息 包括向他们传递你所要表达的一些idea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在这一块的话 如果说你觉得沟通上难度特别特别大 我觉得应该花更多的时间 在这块进行自我提升吧 因为这块对比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既然上了这个培训班 肯定是对自己将来的工作 是有这个就是职业期待的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说 可能上了培训班也找不到工作 这种情况 其实这个还真没有 因为我对匠人 我对匠人可以说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我关注匠人很久了 差不多两年时间了 然后因为匠人平时也会在我们的平台上 发一些比如说的求职一些亲戚啊 或者说学员拿到offer的一些案例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一份更运一份收获吧 只要你跟着匠人的这个流程 就是完整的走一遍 然后自己用功一点 基本上就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可能有的人两个月三个月 有的人可能半年 但是大家都会拿到满意的结果 所以这块我确实没有质疑过 我们的教员学历 谢谢谢谢 那我想问你几个 关于这个你实习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事情 像你比如说你在你的这个实习班 就这个项目实习班里面 有碰到过哪些问题吗 问题的话 其实还好 你要让我跳毛病 我还真挑不出来 因为 怎么说呢 因为从教员从考勤到实习考核 整个就到整个工作流程 他都是按照 目前就澳洲主流公司的标准去设置的 然后 可以说给我们设置了一个 非常真实的工作环境吧 模拟了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说 你让我跳毛病的话 我真挑不出来 唯一的毛病可能是 可能学员自身的一些问题吧 有时候可能 有的把这个实习只是当做一个实习 可能有点过于难散 或者说 怎么说不太大回事 没有说 就是百分之百的把精力投入进去吧 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嗯那你觉得和同事的相处都OK吗 因为你做的是这个类似于项目类的吗 就是有和很多其他人合作 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 其实也没有 尤其跨部门交流的话 大家都特别热情 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做需求分析的时候 因为要涉及到interview 我记得我去跨部门采访 基本上我就是采访的每一个人 包括从预约到最后采访流程结束 整个过程大家都非常愉快 非常核心 就是高度配合 嗯那确实很好 那其实我觉得整个团队合作里面 如果就是队友合作比较团结的话 其实真的能省去很多问题 对大家都特别给力 嗯那下面我想问你几个 关于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 就是面试求职这方面的 我能知道你投了多少家公司吗 嗯具体的话 应该有一二十家吧 二十来家 可能我也没统计 可能就是二十来家吧 然后一开始我是派投 因为我没相关经验 所以基本上都没怎么回应 然后我就是改变我的策略了 我就没咋投了 然后就集中精力说 因为当时也在实习嘛 我就说专心把实习项目做好 然后等积攒了一些经验再继续投 哦那找工作投简历的时候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经验吗 嗯 首先我觉得应该要重视简历 因为简历就是个敲门砖 简历不过的话 因为好多是进行的 机器筛选 你简历过不了肯定是拿不到一个 就是展现自己的机会的 然后 嗯简历这块的话 我建议的话 大家要反复修改 格式内容这些就最基本的这些东西 一定要有针对性 还有就是 嗯 因为我是毕业好几年了 但是我们就是实习里面有好多是刚毕业的小伙伴 就是这些如果你的简历上比较空的话 或者说你对简历的内容不够有自信的话 可以找教员的导师看一看 因为我们这样有专门的负责 就是简历这块的老师 包括之前给我们上课的那些老师 因为他们都是行业资深人员 本身就作为面试官 面试过很多BA 所以给的建议就十分有用 然后最后就是说 一定要熟悉自己的简历 避免你简历上写的一些东西 在你可能在电话面试 或者说面对面的时候 都不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什么 这一点一定要避免 好的好的谢谢 其实我刚刚也觉得应该先问你一下 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之前 已经跟Eric聊过了嘛 然后我们大概有一个 就是背景的一个了解 但是可能现在在听课 大家其实不太了解 Eric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背景 大家可能知道 他是零IT基础 现在我问Eric这个问题 然后让大家对Eric这个人 稍微有一点基础的了解 你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我大学学的是外语 其实纯文科性质的 就是没有 没有怎么说的 没有任何的 我我是那种 没有任何理工思维的那种 对 那研究生研究生是来澳洲读的 对研究生 我读的是会计 会计的master 其实也是跟复理 不斩边的 对 对 然后现在是已经毕业了 第几年了呢 第四年 嗯 就是一直在 看你是西西科技毕业的 就是一直在悉尼待着是吧 对 我一直在悉尼 嗯 那就是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面试流程呢 就是你在面BA的时候的 一个面试流程 嗯 我一开始我记得是 就是接到那个电话 就是所谓的phone screen嘛 他会 呃 HR会 应该也是HR 有时候可能是前台吧 他会问你一些基本的信息 你之前做过的项目经历 然后就是 嗯 简单几句 大概就三五分钟 还有就是 有时候会问到你的签证状况 这个是看情况的 然后就是 呃 manager和tech lead的面试 然后这个环节的话 呃 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他会对你的简历 从头到尾的 问一遍 感觉他们一直在 发掘一些 他们觉得有价值 或者感兴趣的地方 会对这些地方进行 重点提问 然后会问一些 目前在做的项目 包括你每天的 基本的工作流程 你的主要职责 包括涉及到的一些 软件平台 还有一些基本的 技术方面的知识 当然他不会要求你详细解释 但是你得知道 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方向 是做什么的 然后期间的话 他会穿插一些 behavioral question 然后有时候也会问到一些行业的相关知识 因为大家如果了解的话 会发现就是不同行业的BA相差特别大 可能你的domain knowledge 在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在你求职面试的时候 有的可能是像面向银行这块 有的是传统行业 有的可能就是纯IT技术方面的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最后会问你 对未来工作的一些打算吧 可能就是想了解一下我的职业愿景 基本上就是这个流程 你那你说你当时海投了很多公司吗 那你真正说是到面试流程的 有多少呢 大概一半吧 三分之一一半吧 将近一半 那你是最后为什么选择了novati呢 因为他是怎么说呢 是金融科技公司 这块的话 这个概念这两年特别火 尤其澳洲作为可以说世界的 这个金融科技的富华中心 然后在这一块这个行业 目前来说是可以说如火如荼 所以我也觉得 就很看好这个industry吧 所以最后就选择了novati 你也说了吗 就是原来已经工作了 工作了三四年这样子对吧 对 那你是为什么突然就想到转行呢 也没有突然想转行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关注江恩也有两年多时间 我的转行是一直有这个想法 但是就感觉差那么一口气 找不到一个突破口吧 然后也就是说 看到江恩这个广告 刚好就是一拍即合 就是完全就是满足我的需求 然后就报名的 并不是说就是看到你广告 我突然就想转行有这么一个idea 就完全不这样 我是就一直有这个想法的 只不过因为之前 我没有发现江恩有相关的 BE方面的课程 所以我就一直也没有行动吧 对对对 这是一个蛮新的一个课 确实是对 就也就是你你感觉 it是未来的大方向 但是你又对自己可能以后去 硬核coding不太有自信 是这样吗 对我对自己的硬核技术方面 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因为一直不是不是理工系的是吧 对就感觉没有那种思维吧 明白 行 那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项目经验 在你找工作的时候重要性大吗 其实特别大 就是就我这些面试来看的话 基本上 简单的简历 问完之后就是 重点就是谈项目 就是都绕不开 无论什么行业 什么公司都会让你谈之前做的项目 我之前是因为 一开始就上家人课程之前 去投递的时候 也有进入到面试的 但是一谈到项目就傻了 因为就哪怕我自己编都编不出来 因为一些专业术语 包括一些工作流程 这些你不真实经历过 是没法去捏造的 所以说 就是项目经验对我来说作用很大 所以公司那边也是蛮看重项目经验的 对特别看重 很在意你 就是说原来有没有这方面的 就是实习之类的吗 他们很看重实习经验 包括你的工作经验 其实我觉得这个甚至 比你的专业 比如说学历背景更重要 因为好多招的所谓的intry lab 或者是junior 他其实都要求你有 很长时间的工作经验 或者说你要你去就可以上手工作那种 就是说 就是这个项目经验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对非常有用 明白了 你大概写了几个项目经验 就是你在这个三个月的这个 第一端里面是一共过了几个项目呢 一共是两个项目 一个是就是一个是微信小程序的一个项目 还有一个是一个网页版的一个商业项目 然后基本上有两个项目的话 你简历的话看起来会很好看 而且说的时候对 也会有东西说 那你在面试的这个期间吧 反正面了几家公司里面 你有被问到过什么很刁难的问题 或者是你觉得有点答不上来之类的 有这种情况吗 我面试怎么说呢 就是压力最大的一个面试就是之前我面试的一家 product owner 然后可能是他可能比比更全面一点吧 当时就是一直push 我问到很多关于怎么说呢 处理一些团队冲突带团队方面的问题 包括他也要求我有一定的带领30人以上团队完成项目的经验 然后这块我是当时回答的很一般 就是在这卡壳了 因为我确实没有相关的经验 然后人数方面的话 我也是没有参与过那么大的一个团队管理的一个项目 所以当时就很遗憾 因为当时是走到最后一面 就感觉就差一步 就给我发offer 但是很遗憾 这个问题说完之后 我能明显感觉到当时就画风就变了 所以最后确实被拒了 他要求的很严格是吧 就是说要求的就是难度会比较大 因为毕竟带30个人团队 其实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说是能带这么大的团队 对他当时面试的时候还会给你现场的mark 给你一张纸 让你画一些流程图原型图之类的 他都会有 因为当时虽然是疫情期间 但是我们是线下面试 这样的话 中面的时候是EV1的那种 那这样的话就面试者 你当时肯定压力也很大 对 当时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 但是确实这个问题把我给问住了 所以也就随缘吧 明白明白 好 那既然你现在已经拿到了这个BA的offer 然后从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吧 要就成为一个BA 然后去开始这个职业道路 你觉得成为一个BA在你看来 目前的你看来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沟通能力吧 因为你BA要跟stakeholder 你沟通需求之后 把客户的商业需求 你要转化成具体的 有可执行的优化方案 你也要制定一些分析性的策略 指明方向性的建议 但是如果你在沟通环节出了问题 你后续只会在错误的方向渐行渐远 而且这里的沟通的话 我也想强调一下 它不仅仅是说你这个人会说话 会来事儿情商搞 你的沟通的重点应该是在交流时的 逻辑性和调理性 你要做到简单清晰的陈述解决方案 然后另外每次你跟stakeholder对话之后 尽量做到记录完整 在这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 就是及时的做一些minutes 或者说笔记 因为很多时候的话 你这样可以避免浪费时间 在重复的问题上 你把笔记或者一些会议记 要放在那的话 如果这个环节有问题 或者说谁有这个需求 都不明白 他第一时间会想到去查看 这个sharefor的这个file 他不会来找你 这样会大大的节约沟通成本 提升整体的项目进度 明白了 好 那下面呢就是问题答疑时间 我在这边呢会在 就是问Eric看看 有没有什么他能给零基础 想要转行成为BA的同学一些建议 然后如果大家呢 现在有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在聊天框上 然后我会帮大家去问Eric 那Eric你现在可以给大家一些 就是零基础转行 就是成为BA一些建议吗 就是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 有走过什么弯路 或者是会给能希望能给什么 大家什么建议之类的有吗 弯路就是我报教员报的太晚了 真的实话实说 因为我自从就是说在教员实习以来 我就说如果早两年有这个项目的话 我现在肯定是一个资深的BA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说有一个师傅领雨进门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BA这个职业特性 它是比较吃经验的一个职业种类吧 它不像说别的东西你自学一下 你可以入门去找一个基础的工作慢慢入行 这块的话 如果没有人带你从项目一开始 带你入门去 积累这些经验的话 你是靠自己很难转型成功的 所以这块的话 我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 一定要找专业的机构进行一些培训和引导 这样的话会大大节省你的时间成本 你在这之前也说了吗 就是你很担心自己coding 就是编程这方面的可能太难或做不好 那这是三个月里面 就你真的是几乎是用整整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之前没有任何其他的准备 那你有学什么编程方面的知识吗 就是说自己敲代码之类的 没有完全没有 这个确实有点惭愧吧 因为确实你作为technic BA的话 对技术肯定是懂得越多越好 但是因为这三个月的话 时间比较紧张 我也没有时间从技术方面的话 进行一个提升 但是你基本的一些专业术语 你得明白 然后不同的技术站 你要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你可能看不懂代码 或者不会写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他大概能实现怎样的需求 这个很多时候 其实就是Google一下的事情 就是靠你评论的积累 我觉得不一定要专门去学 如果说 一定要看的话 之前老师推荐过 我一本书叫软件工程 这个可以看一看 就大概看一看 了解一些专业方面的东西 基本上就可以了 明白了 好 现在也有几个同学问了问题 那我现在就来说一下 第一个Steven问说 就是BA现在你这个工作的薪水 薪资待遇怎么样 薪水的话 就是澳洲来说 一般graduate 或者说像那种转行的话 你一开始拿到的话 9分65k到70k之间 然后加super 是这个样子 可能更大的公司 可能会高那么5k吧 一般来说9分65到75之间 不会有多大的差别 但是其实我知道 就是BA 他其实提升空间很大 对吧 就是他以后 如果能转制成manager 或者是 像刚才也说的consulting的话 其实我觉得薪水 是相当可观的 对 而且他其实他的 初始薪资 已经比别的行业好很多了 因为我之前 我是会计专业嘛 我也了解会计行业的薪资 就是说你毕业生 你毕业的话 也会比 就是同等的 比如说BA 就IT我们就不比了 因为是另一个世界了 但是你会比同等的BA的话 也会低一个差不多20%左右 所以说你尤其BA 这个是靠经验吃饭的 你越往后的话 工资就水涨船高 它比较稳定的一个增长 所以其实前景是比较好的 嗯 好 谢谢 那又问说 Eric你好 请问你觉得什么方式 平台投简历比较有效果呢 其实我 我建议就是LinkedIn吧 因为Seek上面好多 我基本上 可能Seek对我个人不太友好 我投Seek的话 基本上都是声大喊 没有回应 但LinkedIn上好多工作 它的真实性比较高 然后你 投递之后的话 一般来说都会有回应的 嗯 我包括我之前找工作也是 我都是通过LinkedIn找到的 所以说 LinkedIn Networking是吧 对 嗯 好 那 乐新问说 您好 没怎么了解过B,A,D,A 这两个区别大吗 嗯 这两个区别 区别其实挺大的 其实好多人都 都把这个问为一谈 其实 D,A的话 主要是做一些数据方面的 比如说数据的清洗 分内 然后或者说一些数据方面的 分析的工作 可能可视化 你把这些数据做成一些 可以互动的一些联动的图表 展示给你的Sickholder 然后从这些数据中 抓取一些 有价值的商业信息 然后 B,A的话 其实是对整个的 产品的功能 包括功能实现的整个流程 包括甚至这个 时间的这个 包括这个产品的迭代 更多是把握的 产品的功能性方面的东西 所以两个其实区别 还挺大的 尤其你D,A在往上走的话 如果要做Senior DA的话 或者在往上走 做DS的话 对你数理统计的要求 是很高的 因为它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你用Python 做一些数据学习要建模 它对你的统计学 包括数学方面的 要求相对会高一点 所以这两个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 包括你看Rain也问说 就是转行有没有考虑 其他的方向 比如开发或者DA 就还是有这个 编程方面的考虑是吧 这个我们教员确实也有 这一方面的课程 也挺火的 我确实也知道 这两个方向的发展也很不错 但是因为我自己 可能个人能力不一样吧 我就望而生未 就是当时也没往这一方面考虑 就觉得说能避开 Coding 然后代码编程这些东西 就尽量绕开吧 可能有点逃避的心态吧 但是确实这个 你看每个人的 自己的一个能力 还有自己的一个兴趣方向吧 嗯 确实你也说了嘛 就是包括大学的专业也好啊 然后原来的工作经验啊 就是都比较偏沟通方面 而且你个人也比较喜欢 和个人沟通嘛 我觉得尤其是在转行 考虑转行IT这方面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自身的条件 就是自身更擅长什么 更喜欢什么 我觉得工作自己能够喜欢 然后能够去热爱它 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是以后能够有好的晋升的 一个挺重要的点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自己个人的情况 然后然后来做一个决定 好 那K问说 对英语口语要求高吗 其实对华人来讲的话 在澳洲你想找一个 怎么说呢 稍微好点的工作 对英语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当然不一定 非得说你要一个具体的成绩来看 但是基本的交流 应该是做到无障碍 就口音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问题 其实是不用去太care的 只要你把意思表达清楚就可以 然后尤其B这块 我们刚才说到沟通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首先把问题表达清楚 这块的能力应该是必须有的 但是对口语的要求 它不仅仅限制于说 你要说得很好听很流利 还是说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 你要知道你这个信息传递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价值是什么 应该花更多的心思 就是说研究这块的东西 而不是说一味的去提高你的英语 因为你在澳洲工作的话 毕竟英语国家一个航格也 永远提高你的口语是没毛病的 但是作为B的话 你应该想方法说 就是更合理的去优化你的口语水平 朝一个有目的性的一块方向 或者说有逻辑性的去见识你的这个语言系统 我觉得比较管用 而不是说一味的只是说 我去学英语背单词去提高 那就是下一个问题是 XY问说请问Python是必须学的吗 没有Python的话一般不会要求 但是如果你面一些特别偏数据 比如说数据挖掘 或者说一些比如说数据 就是像数据租赁 卖数据的这些公司的话 他们可能会要求你会SQL或者说Python 当然这个没有硬性要求 但是如果说你有的话就是plus 一般就desirable 但是说没有的话 他不会说硬性去卡你这个的 这块还是相对于DA来说比较重要 明白了 好的 那言问说问一下BXDA 刚才这个回答过了 然后K又问说对编程要求不高 那需要什么能力呢 就是沟通 你觉得是最重要的吗 Eric 沟通是你实现这个需求的方式吧 你需要的能力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一定要去理解这个 你现在做的这个需求 或者说我现在解决的这个问题 到底在我们公司的这个商业链条中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为什么要去做它 你要知道它的business value 然后从这个value里面 你要把它分解细化 然后怎么去实现这个功能 就这一套的思维流程 这套逻辑思维的话 你一定要有怎么说呢 它没有一个很硬性的框架 说有一个template让你去套 但是你得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就是有点像你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然后再交付你的成果 这样一个流程 所以说BA还是一个 比较吃惊艳的工作 它有点像水一样 它是无形的 不如说你学一个 比如说coding或者别的 它是怎样的代表 你怎样写就可以 所以说BA这块 还是要偏soft skill一点 好的谢谢 那Alva问 请问你在选择行业上 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不同行业的BA要求 不太一样 我当时就是就刚才说的 因为澳洲这几年 就是fintech大火 所以说也作为世界的 这个fintech崛起的中心 也就是迸发出好多一些 很有实力的一些公司吧 苏教授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这块行业的话 因为又加上疫情 其实好多疫情对实体行业的冲击 包括一些黄粮行业的冲击是很大的 但大家如果留意看财报的话 会发现很多fintech的industry 一些company的话 他们的疫情期间 反而是成倍的增长的 就是因为好多的实体经济 都转线上了 所以说对这些支付领域 包括转账 这些信贷领域的要求求 就是这些数字化要求就更高 所以说我是个人看好这块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 嗯 好的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吧 你不一定说非得选 你觉得当前热门的地方 因为一个行业的话 像BA这种 一旦你深扎一个行业 比如说医疗 或者说金融 如果你深扎这个行业之后 你再转行的话 就不太容易了 因为它的domen脑内 其实BA 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吧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你今后要转的方向 嗯 确实 确实 好 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是 DA的问题的话 这位同学可以直接去咨询 我们的就是小花 因为Eric不是DA专业的 所以可能没法就是很全面 或者很详细的去给你回答这个问题 好 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你上过哪些网课 对你有帮助可以推荐吗 嗯 就一开始我自己学的那些五花八本吧 因为也没有什么头绪 所以说就是泛泛而看吧 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 就是不要犹豫 直接买我们叫人的课就行 因为叫人现在应该是可以 谢谢 单独买课的吧 就是说如果他只要买网课 不实习会是怎样 应该是可以的 对 大家都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小花 对 因为这里的话 我倒不是说给叫人做广告 安利什么东西 因为你想你的你要转型或者找工作的话 时间成本是最贵的 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时间真的是比任何都珍贵的东西 如果在短时间内的话 花一点小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一定要用钱去解决 不要用你自己在那下琢磨 这样的话 你提升会很快 也会节省大量的时间精力 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有用的事情上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些课程 确实 那下一个就是问Eric的领英 这个可以去问小花 小花是知道这个领英的 所以就可以直接咨询 咨询我们科夫就可以 好下一个问题 对于提升英文写需求文档的能力 请问你有什么网站或社区推荐吗 还有刚刚提到用Lincoln投 请问你是直接contact某个HR 还是在Job那边投呢 你用英文写需求文档的话 一般来说 我记得我当时是 基本上是网上主流的一些 就能搜到的一些关键字的网站 我都会看一遍 并且的话 我也会看一些像产品的spikes 因为它里面涉及的一些 很细化的要求 对你写 比如说写acceptance criteria 也很有帮助 然后你在Linkedin Linkedin上我是half half吧 一半的是我直接投递 它有个那个easy apply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contact某个HR的话 一般来说 我个人是不擅长那种大聊的 就是说如果是没有交集的话 可能我的social能力还是不太强吧 但是一般来说 如果你们有一些的共同的好友 有一些连结的话 你可以尝试跟他先沟通 但是还是把主要功夫放在你的profile上面吧 因为当你构建好你的profile的时候 就以我自己为例吧 就是你会发现有好多HR 他会主动来找你的 这样的话 你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因为一旦你会给他回应的话 至少一般来说会有面试的 但你自己主动去 这种social去要工作的话 可能说你十次二十次 不一定有一个回应的 要做好这个心理预期 所以说 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有听清楚 你说的那个就是产品 你说找一些产品的spy 那个是什么意思 就spy 就specification 就像产品说明书一样 因为你做BA写tickets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一个需求下面 如果那个需求比较繁琐 或者说涉及到一些很细节的 包括计算方面的东西 他可能会就是 test的时候会要求很多条条框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去看一些spy 其实很有帮助 因为产品的spy 它就是 我指的是互联网产品 它就是把你产品的方方面面 就是全部cover到 所以说对你打开一个 这个你是在哪里找到 其实我就是Google 如果说你要需要帮助的话 下来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 你可以单独也问我也可以 因为我确实没有说 一个固定的网站去找这些东西 我当时也是 这看一下那看一下 就是说各方面都学习一下 然后综合起来去写 谢谢你 好谢谢 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你觉得三个月的实习 就可以转行做BA了吗 如果想自学BA再转有可能吗 三个月的实习 如果要说 你要说你三个月的实习 可以100%达到一个很厉害的BA 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三个月的价值 就是在于 第三个月把你从 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懂 变成一个 尤其在面试的时候 可以侃侃而谈的人 然后这个我觉得就 就很牛逼了 其实因为很多时候 就我自己的面试经验来说 很多时候我就是死在 怎么说呢 聊项目聊经历 然后深挖你的 之前的工作内容上面的 所以说你三个月的实习的话 肯定不会说让你成为一个 很资深的 或者说很优秀的BA 但是起码它带着你的这些 知识和项目经验 让你在面试的时候 有一个跳出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就很不错了 所以说这三个月的话 如果抓住了的话 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 很大的提升 好的谢谢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BA IT部门在澳洲公司里的人员 比例如何 比如说在您现在 所在的公司中 我所在的公司 甚至我所在的行业 基本上一半以上都是 就是就是tech 全是一些technical stuff 因为的话 尤其现在所谓的产品 都是互联网产品 基本上尤其又 都是扁平化管理的话 它为了最大的节约 用人成本 一般来说 技术团队的话 占整体的公司人员的 一半甚至以上 所以BA的话 大公司会有一个 专门的BA的team 会有BA的lead 带领大家去做 去结构这些产品需求 然后分给每个BA 具体分责哪一块 负责哪一块 但是说小公司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 比如说 一个tech team 配两到三名BA 它可能有不同的几个分支 负责的产品方向 可能是这样 一层一层往下分配的 随即可看情况 但总的来说 肯定是 IT人员是比BA多的 就按这个比例来说的 好的 谢谢 好 下一个问题是 能请问您的会计经验 对工作有加分吗 如果对于毕业生的话 怎样提高被录取的机会呢 就像哪几个技能更重要 其实会计经验的话 对工作 就我目前来 所经历的所有面试来看 基本上是 不太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说你 比如说我进 银行 或者说进一些 金融机构的话 你会看一些财务报表 然后你做过一些 payroll方面的东西 他对你 确实是有点加分的 比如说之前 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我面试走到中面 挂掉的那个product owner 他是做一个 HR 包括payroll的 一个在线管理系统的 所以当时 他知道我的背景之后 就觉得 就是一面的时候 就觉得很不错 因为起码我对 整个的财务流程 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做起产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相对来说 你的这个business sense 就他不用再 专门去training你 或者说再给你解释 所以说还得看你的行业 不同的行业 它是不一样的 好的 谢谢 那这个 这位同学还问了 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具体硬实力 能够增加自己具体硬实力 比如说像 Excel是用来做 数据分析的主要工具吗 没有 Excel其实是做 DA 就是Data Analysis 的主要工具 因为它可以实现一些 简单的清洗 然后包括 可视化 包括做一些简单的报表 然后尤其在澳洲 其实好多公司 现在还是沿用VBA的 因为他们 就是好多公司 因为时间比较久远 有10年甚至15年前的 那些fail 它迁移的成本太高 然后还是用 传统的Excel VBA去跑 所以你这块的话 你做DA的话 是作用比较大的 但是做BA的话 一般来说 只要你能 看懂这些图表就可以 我面试的所有公司 没有一个是要求我 用Excel 或者说 甚至用SQL 去写东西 或者说去分析东西的 但是它非常看重你的 怎么说 你的business acumen 你的business sense 这些方面的东西 包括你对客户的理解 你对产品的一个 把控和定位 这些东西它更看重 其实好多都是 非常general 宏观方面的 它综合方面的考量你 而不是说 你在某一块 你抓取数据 或者说分析数据 这块很出色 这个应该是更偏向DAA了 我觉得 好的 谢谢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一下 现在找BA工作的话 在哪个sector 拿PR的几率比较高 或者比较推荐 哪个sector有吗 哪个sector 这个涉及到 它这个应该涉及到 担保移民了吧 雇主担保移民还是什么 我确实还不太了解 但是BA应该是 对 BA应该是在 对 是在民间上的 对 是在民间上的 对 然后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咨询小花 对 如果小花 就是我们的客服 他如果了解这方面的话 也会对你 就进行一个 稍微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 你是怎么找到现在的工作的 是刚刚已经回答过了 是通过领英 对吧 对 好的 行 好 那基本上这边问题就差不多了 然后刚刚还有一个 在我问题节日之后问的 那咱们就再回答一下吧 请问你是一开始就打算做 Fintech类的BA吗 没有 我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也就是说 刚才跟大家说 我也投了很多简历 然后经历过很多面试 最后就是怎么说呢 权衡比较 就选了这个行业 因为 在未来的五年十年 甚至二十年 我还是看好这个行业的 包括我本身也是会计出身的嘛 对这块 怎么说呢 一些payments 或者说一些财务方面的东西 也不是那么的排斥 所以说相对来说 还是会用那么一点点 以前的一些专业背景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契机 进入这个industry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条路 当然也不排除我以后 三五年 甚至五年以后 去做别的 跳到别的industry 或者说我做consulting线 或者说做PM那个方向发展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 肯定是想在这个行业 先稳达稳达的 确实 好谢谢